娛樂早點看到的是第59屆節目類的金鐘獎 在今晚登場了 除了一般發展相 表演節目也是相當襲擊 像是日本女子舞團就跟台灣男團 Energy首次聯手16噸 帶來了視覺聽覺的雙重享受 另外還有台語歌王許富凱 跟歌手Mars23也聯手表演 還有國內知名的競技啦啦隊 也帶來了精彩演出 都成為典禮亮點 整齊劉海動作畫衣帶給觀眾 強烈視覺感受 16噸眼男不倒 她們是日本舞蹈女團 Avrigati首度受邀到第59屆金鐘獎 節目類頒獎典禮擔任表演嘉賓 彩排畫面搶先曝光 大家好 我們是Avrigati 我們在這個大舞台 我們在舞台上舞台 我們在舞台上舞台 而且我們也在舞台上舞台 我們在舞台上舞台 我們也在舞台上舞台 我們在舞台上舞台 我們在舞台上舞台 我們也在舞台上舞台 我們也在舞台上舞台 這次台日聯手合作 她們與男子舞蹈團體 Energy一同合體演出 得知Energy平均年齡超過40歲 也露出抄鬥趣反應 第一天登场的节目类颁奖典礼有三大表演 除了台日团体联手尬舞 台语歌王许富凯也将与MARS23合作唱歌 另外还有新生代男团欧纵与竞技啦啦队一同合作 令粉丝们十分期待 波子表演受关注好久不见的哈林于晨庆 魁为23年齐进金钟奖 主持功力宝刀未老 另外奥运金牌台湾的女儿林于婷 也首度担任颁奖嘉宾 也为一年一度的电视圈盛事增添风采 这位杨宗彦 黄胜泉 台北报道